好,大家好 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企业可以选择的几种基本的竞争战略 那么一共共有三种 这三种竞争战略呢,是由麦克波特他提出来的 首先呢,我们看一下成本领先战略 也就是说,通过采取一系列针对本战略的具体措施 在本行业中赢得总成本的领先 那么与采取其他战略的企业相比呢 他在质量服务以及其他方面也是不容忽视的 只不过最重要的是,你企业的运营成本要低于对手 从而你的产品的价格低于竞争对手 好,那么他有什么实现途径呢 我们看一下 第一,运营程序的标准化 也就是说,在一些企业的从生产到营销等等这一系列流程中 如果你能实现它的标准化,可以节省很多的成本 第二,商店布置规模和经营产品的标准化 第三,利用次等位置 以及在较老的狭窄商业中心区选址 也就是说,降低你的地租成本 租赁成本 再下一个,使用廉价的建筑材料 比如说裸露的这种砖块墙,以及混凝土地板等等 也是降低一个建筑成本 再比如,利用简易的设施和低成本的展台 比如说,现在很多的那种大型超市 特别是仓储式超市 他们呢,利用的是这种低成本的展台 你比如说沃尔玛 大家看沃尔玛里面的装修是比较简单的 最后一个,加入合作采购和合作广告团体 那么合作采购的目的是什么呢 通过,比如说7A,7A,B的合作采购 提高这种产品的采购量 从而在供应商那里获取溢价优势 包括合作广告,也是降低广告费用 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个典型的企业 就是沃尔玛 大家都知道沃尔玛与低价取胜 它的低价的背后肯定是它的成本控制特别好 我们看一下它从哪几方面进行成本控制 第一 大家都知道对于零售商而言 一个最大的成本是什么呢 是进货成本 那么沃尔玛在进货成本控制方面呢 比如说它采取中央采购制 比如说由中央集团总部统一采购 这样形成采购商品量的优势 进而提升它对供应商的溢价能力 再比如说它采取买断进货 那什么叫买断进货呢 大家知道现在一些中小零售商 他们一般是先从供应商那里拿货 把货取过来 然后把货卖掉 然后在一定时间内把钱再结算给供应商 而沃尔玛它通过采取买断进货 也就是说 我直接给你钱把你货拿过来 这样的话可以产生价格优势 这样可以在供应商那里获得更低的折扣 第三供应商的合作 供应商的合作也是现在很多零售商在做的事情 我说过在几十年前 那么沃尔玛也好 加勒服也好 他们当时与供应商是一种 还是说一种 不能说敌对关系 但是是一种 可以说压榨关系也好 或者是一种供应链间的这种博弈 他们尽可能是做到 从供应商那里拿到更低价格的商品 但是现在呢 他们更多的是选择与供应商合作 因为与供应商合作 互惠互利 才能产生自己更多的利润 这是关于进货成本的控制 那么关于物流成本的控制 沃尔玛 首先它有强大的配送中心 其次它有私人卫星通讯 大家知道 我们国家是不允许有私人卫星通讯的 但在美国 只要你足够的资金 那你可以有自己的私人卫星 以及它有自己的私人运输车队 大家要注意 不论是卫星通讯还是运输车队 那么这两部分呢 都要花出很高的成本 那么这也是很多零售商所没有的 比如说这个运输车队 大部分零售商还是采取什么 第三方物流 也说采取物流的外包 好我们再看一下沃尔玛 关于其他费用的控制 比如说办公用品的节省 比如说广告费用的控制 大家现在看 不论是在电视上还是网络上 你很少见到沃尔玛的广告 它的广告花费 比它竞争对手要少很多 那下一个 比如说埋面的装修 我刚才说过 沃尔玛内部装修 非常的什么 简单 好 这是关于沃尔玛的一个车门控制 主要从这三方面 进货成本 物流成本 以及内部的管理控制 好 那么虽然说 成本领先战略 是很多企业在采用的 但是 它有它自己的盲区 有些企业会 过分强调成本优势 而忽视其他战略 比如说 我意味的强调 我的产品有多么的便宜 但是 我可能会忽略 我产品的一个结构 构成 可不能满足多样化的需求 第二个 非常容易将成本领先 看成简单的价格竞争 步入低价竞争的风险 甚至产生恶性竞争 形象混乱 那比如说 从百家跟万家 当年的雪拼 以及到前两年的电商大战 那么百家跟万家上加超市 应该是在2002年 当时万家在广都的一家店刚开业 开业搞凑销 他当时把他的烤鸡定为5块9一只 而在当时他的邻居 百家超市是6块8一只 他发现万家开业后 5块9一只 他马上降价 降到5块8一只 继而万家继续给人降 降到了4块9 然后百家4块8 这样一只降 当然 这个降价不止在烤鸡身上 还有什么呢 像鸡蛋 食品 还有监控电器 各方面都降价 那么降到一个最后什么程度呢 通过三天的非常惨烈的价格战 那么鸡蛋最后是一毛钱一斤 烤鸡呢 是八毛钱一只 大家可想而知 周围的顾客会有多么的疯狂 所以说每天 在两家超市买口都排起了 长龙 很多顾客抢上去买 那么大家想 这对于当地的居民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可能 单从他们的成本来讲是好事 因为我花很便宜的价格来买到很多商品 但是有一句话叫做什么 羊毛出在羊身上 他们总不会 简简简单单的把钱都 砸在消费者身上 他们的目的是从消费者身上赚钱 当然 百家跟万家的价格战 最终还是由政府出面 制止了 因为他两个已经违反了价格竞争法 那么 再到近两年的电商大战 比如说有京东挑起 刘强东在微博发微博说 三年内我所有的家用电器都是零利润 借而引起松宁也好 过门也好 一个及时的什么 一个响应 说我们绝对比京东便宜 借而引起了这个三家的一个价格战 那么大家看 其实 像这两类 这两类的一个价格战 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 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那么他们其实就犯了一个什么误区 认为成本领先战略就是 什么低价格 其实不对的 其实不对的 好 那么到底在什么情况下 企业可以考虑实施低成本战略呢 第一 市场中有很多对价格敏感的客户 这个很重要 如果你发现你的客户都是高富帅 都是白富美 他们对价格不敏感 那么你用低成本战略反而会害了自己 第二 实现产品差别化的途径少 购买者对价格差异敏感 人家说 你发现你生产的产品 与你竞争对手生产的产品 在各方面特别的相似 而且想要进行产品的创新 特别难的情况下 此时 你只能以成本领先 来与竞争对手展开有力的竞争 第三一个 购买者不太在意品牌间的差别 第四一个 卖方竞争厂商之间的价格竞争 非常激烈 以最后一个 存在大量讨价还价的购买者 这个也好理解 好 这是成本领先战略的适用条件 下面呢 我们再看一下第二种基本的竞争战略 其实它是针对成本领先战略而言 也就是差异化战略 那么差异化战略是指什么呢 是指企业 在它的竞争对手中做到它的产品呢 读书一致 做到能够吸引消费者的目的 这是叫差异化的战略 那么差异化战略有什么实现途径呢 给大家列了五个 比如说有产品的差异化 那么比如说我说在汽车里面 甲壳虫是不是就通过产品的差异化来获得了市场呢 那么还有服务的差异化 服务差异化是指什么呢 比如同样的生产电脑的企业 比如说联想 比如说戴尔 那么联想它推出联想阳光社会服务 有时候它特别强调服务的重要性 那么可以说在服务上超越竞争对手 这是服务的差异化 那么人员的差异化 这主要体验在内部员工 这种素质 这种构成等等 还有什么呢 比如说餐饮企业 大家知道现在很多各地的特色餐厅 你会发现 不管是泰国菜还是越南菜 他们的穿着 都会有什么当地的特色 让你从那么的人员身上 就能发现与其他餐厅的不同之处 再比如说还有形象差异化 你其实整个形象的差异化 以及营销渠道的差异化 那么营销渠道的差异化呢 这个也很好理解 你比如说 加勒福的好多的蔬菜啊水果了 都是从果农菜农那里直接运输过来 中间的渠道呢是零 它没有经过任何的中间渠道 而很多的这种小型的 或者中型的零售商呢 他们的蔬菜是从一些蔬菜批发商那里 运过来 那么这样 中型或小型零售商 他们的成本会相对高一些 这是营销渠道的差异化 好 同样 企业实施差异化战略 也会产生很多盲区 那么任何企业都应该了解 服务的主次之分和层次之分 如果忽略这一点 那么服务就可能从经营的优势变为经营的劣势 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你比如说 我们吃饭的时候 我们去快餐店吃饭 去快餐店 你进门以后 服务人员有没有必要替每个客人上来倒一杯水 有没有必要上来 来一点餐前小吃 肯定是没必要的 那么相反 如果说你去一些比较高档的餐厅吃饭 如果你进门坐下以后 服务人员没有及时给你倒水 你会感觉到什么 不舒服 不满意 对吧 所以说要注意 有些服务是没必要的 那么再比如说 你去大型摆卧商舱里面 去购物的时候 会有很多的导购 帮助你什么挑选衣服了 挑选其他一些产品了 以及你比如说你买大型电器 它会提供送货上门的服务 以及退换货等多项服务 这都是什么 必须的 因为这是我们消费者 所期望的 好 如果你去超市 购物的话 人们所期望的是什么 是购物的便利性 还有价格的便宜 他没有说期望说 我去超市买了三斤苹果 两斤梨 你给我送回家 没有这个 好 要注意 差跃化战略它的盲区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 差跃化战略 它有它的自己适用的条件 第一 有很多的途径 创造公司的产品 与竞争对手产品之间的差异 而且购买者认为 这些差异是具有价值的 这个很重要 也就是说 你的产品 容易跟竞争对手 进行什么 创新 第二 这种创新是被消费者 所认可的 第二 那么对产品的需求 可使用多种多样 比如说现在的电脑行业 现在的手机行业 更新换代非常快 如果说你坐以待毙 如果说你还是特别守旧的话 终于有一天 你会被别人所战败 比如说 我们大家熟悉的诺基亚 诺基亚 那么他在做手机 特别智能手机身影模块 这么多年下来 他固守 他守旧 坚持他自己的赛班系统 但是大家知道 赛班系统的用户体验 其实比较差的 他绝对是 占不过苹果系统 以及安卓系统 然后他最后的结局 只能选择与微软合作 也是换了微软的系统 所以说 那么差一块战略 有他的适用条件 好 下面我们看一个小单案例 美国的诺顿百货 诺顿百货呢 他成功出名的 主要原因是 他提供的多种多样的服务 大家想我们去一家 一般的百货商场购物的时候 我们想知道什么服务 最多就是 给你倒杯水 帮你进行一个产品的介绍 推广 最多这些服务 但是大家看 诺顿百货 他的宗旨是 要求他的员工 要寻找机会 协助顾客 比如说 他们能够 他们去 为参加重要会议的顾客 什么 去 运串衫 也会为 事业间忙着 试各种衣服的顾客 什么 安排 餐店 会拿着 各种各样的 供选择的衣服和皮鞋 到懒得出门 或者说车不出身 到店里 购买顾客那里去 什么 让他们挑选 也会在天寒地冻 天气 替顾客 暖车 那么大家看 这些服务 我觉得 我们大部分人 是没有享受过的 但是 他做到了 当然 他不是所有服务 都是什么 免费的 比如说 他替你订餐 那么餐费 肯定是你自己出 大家看 那么他成功的 一个重要原因是 他与一般的百货公司 实行了什么 差异化战略 他提供各种特色的服务 好 那么最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 目标急剧战略 也就是说 是可供企业选择的 第三种基本竞争战略 他是要求企业 着眼于百货业的 一个狭小的空间内 做出选择 也就是说 他的细分市场比较窄 而不是放眼整个市场 那么他呢 其实有两种途径 第一种 叫做成本聚焦战略 也就是说 企业在他选定的目标市场上 在实施成本领先战略 那么相应的第二种呢 肯定是 差异化聚焦战略 也就是说 企业在他选择的目标市场上 实施差异化战略 那么好 大家知道现在很多的超市 或者便利店都是什么 24小时服务 那么为什么要选择24小时服务呢 那么一个重要原因是什么 他们认为 过了正常的营业时间以外 还有什么 很多的顾客来消费 也就是说 他们在夜间的目标客户 或者目标市场是谁呢 就是说在夜间工作很多人 或者说在夜间出去玩的很多年轻人 所以说他们是典型的目标极具战略 好 那么我们再看一个案例 一个具体的案例 有一个广场叫做反潮流购物广场 大家看这名字就能看出来 那么它是一个与一般购物广场完全不同的 那么位于美国 它所吸引的客户主要是什么呢 很明确 18岁到29岁 年轻人 年轻人 也就是说非主流 在这里 你的墙是可以乱写乱画的 地面上的裂缝中是杂草丛生 标牌也非常的破旧 然后人们穿着这种短裤了 脱鞋了 你可以坐在从旧货店勾进的家具上喝咖啡 你看这种环境 很随意非主流 你说 如果你去一个 比如说去夜莎百货 你到里边你拿着笔子的墙随便画 你看到也没有人管你 对不对 所以说它就是非常特色 而它的特色在于 它聚焦于18岁到29岁的年轻人 好 在这广场里面呢 有两家主力店 一家是 俄班 这个百货商店 那么它销售非常酷 非常大胆 所以说它销售都是那种 主流的人群不喜欢的衣服 非常反潮流的衣服 还有一个什么呢 一个公司 LAB公司 它主要销售流行乐队的音响制品 这里没有餐厅 全带置的是 供顾客休闲的这种 非常破旧的沙发 那么大家一看 这样一个反潮流的购物广场 为什么能够成功 为什么能够存在 正是因为它采取的是目标 几具战略 它只是吸引在18到29岁的年轻人 其他年轻段的 他不考虑 这条典型 好 那么关于企业的三种基本精神战略呢 就给大家介绍这些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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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